妈 你把我卷发棒放哪儿了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今天回来接你 丽 丽腾 对对对 以后阿姨就叫你小丽好吗 可以 小丽 好 你看 你也是第一次来我们家 你不介意 阿姨问你几个问题吧 阿姨 我不介意 你随便问 这么多年了 咱们闺女头一回 有男朋友主动上门 你别把人吓跑了 你说什么呀 我心里有事 你真是 我看你讲这个人真是 来 喝水喝水啊 阿姨 谢谢 我看我自己介绍吧 好呀 我九零年十月二十七日生 张北人 九零年的 那你现在 新来在云城 经营一家安保公司 公司的状况 我还不错 那不错 年轻有为 你父母他们是做什么的呀 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 我没有兄弟姐妹 家庭关系吧 还算简单 对不住 你说阿姨也不知道 没没没 那是 这孩子今儿是怎么了 这 他怎么这么开心呢 念念 念念 你快一点玩了 突然上班该迟到了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等我出来吧 阿姨 这不着急 女孩子嘛 我 等他 慢慢等 那就好 要不 我给你弄点水果去 你坐着啊 你别动 你帮我一下呀 别动 来来来 你坐着啊 好 完美 妈 你把我卷发棒放哪儿了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今天回来接你 带你去剧团拿行 你也没说你要上来 妈 你怎么随便放一个男人上来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小丽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再说小丽 也不是随便的一个男人呀 那你等我一下 我给你带你 你带你 你带你 我坐下来 你带你 你带你 我说你带我 我那儿 你带你 我 我怎么感觉我都不像你女朋友 那像什么 蹭车的 那你月底的时候 记得把车费结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李棠 不要把车停在这里啊 说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起大明星啊 这 李小言要是不来排练怎么办啊 李总 你可要帮帮忙啊 这个团长你放心 我有办法让他来 我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这个 你说第一次见面就帮我这么大的忙 我真是太激动了 念初 去 赶紧订个外卖火锅 今天李总不走了 中午在这儿跟咱们一起吃火锅 那 我 李总 吃啊 可要不得了 我不得了 уда 哪儿 你先来 自己先来 我第一次看 我看你不过 你自己已经去过 没有 也是有帮助的 对吧 我说最近 他那个望望望那盆花 怎么又焕发新的生命了 原来是爱情的魔力 当然了 还有我的照顾 看看看看 是不是活了 我呀 给这花做了全套的大宝剑 而且我跟你们说吧 我还时时地更新微博 我跟你说这粉丝啊 可关心才的成长了 说来也巧 花儿养好了 这姻缘也到了 团长 是您养得好 你对我这么念念不忘啊 还把五年前送你的花留着 这花儿是你送的吗 这花儿是你送的吗 阿欣婆婆是我送你的 阿欣婆婆 住在隔壁院子 平时会过来打走卫生的那个婆婆 是吗 我送你的花儿 你 这是阿鑫婆婆送我的 你少臭美了 我怎么记得 有人跟我说过谢谢 花姐我养几点 利总喜欢养花啊 我这有的是啊 兰花 梅花 菊花 你想要什么花 我给你养就是了 不用了团长 我就喜欢这个花 没想到念初和利总 你们这之间 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啊 我明白了 立刻初恋的立刻这个利字 我们念初就改成 利总的利了 真有渊源 我看团长 你能不能把剧本给我看看 好 这花你好好养 我先走了 害羞了 不好意思了 不要让你看看 我看下来 你能不能把剧本 你能把剧本 你怎么能不能给你 我看下来 你怎么能不能把剧本 你不可以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 你不可以